本节目由懒人健康 开带及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我们的家屋室的主人 对 受完了面膜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就是让我们有一个 好的精神状态 其实这个食物和饮品 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呀 包括很多女生会觉得说 喝牛奶 其实除了给我们补钙 补充这种身体的 这个需要的这种脂肪之外 还可以护肤美容 有美白的功效 对呀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着 敷完面膜嘛 给大家上几杯牛奶 先喝一喝 好好贴心 当然作为家务室的主人 我们也要精致起来 我们给大家更加精致地选择 好 全脂牛奶和低脂牛奶 你们选哪个 低 低 我 我要全脂的 这两杯我全要 好 也行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来 我们来上个牛奶 难得招待大家一次 老来我们家里做客 好 问题来了 低脂牛奶和全脂牛奶究竟有何不同呢 关于这个话题啊 咱们先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怎么说 字面意思就是脂肪比较少啊 然后全脂的可能就是没有脱脂吧 低脂牛奶应该适合老年人吧 一种脂肪还是比较低 低脂牛奶脂肪 这个少一点吧 一个喝了会胖 一个不会胖的 一个更健康吧 我感觉蛋白质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吧 把脂肪脱掉了那种 低脂的应该是肥胖人喝比较好 全脂牛奶们可能狗方菌营养也精神一点 一听都像是专家 对 就是因为这个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 所以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 对 你们刚刚来的时候 其实就很明确地挑选了自己要喝的 低脂和全脂对吧 对 那平时在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侧重点呢 因为低脂牛奶是那时候 就是生完宝宝 然后又断奶之后 就希望自己能瘦下来嘛 然后就选择这种都是低脂啊 低糖啊 热量小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就喝惯了 虽然最近又泡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习惯这个口感 它比较清淡一点 而且感觉上会负重量会小一点 不是负重量吧 你的是内心的负对感 对 别摇了 喝 我看它挂杯程度一样不一样 挂杯 喝红酒 喝红酒 不是 它也有重吸啊 所以看挂杯嘛 你喝一下 看一看 差别不大 从名字上来讲就是脂肪含量的部分 对 它低 但是我刚才看到当大家都只喝了一口的时候 你把那一杯都喝完了 我跟你讲我实在 我这个人比较实在 就是我觉得别浪费了 对吧 是的 来之都可以 都已经是低脂了 人家喝完一杯又怎么了呢 对啊 究竟这个全脂和低脂它们的差别有多大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 低脂牛奶和全脂牛奶有什么不同 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副教授朱家敬 如果全脂牛奶就是直接牛奶采下来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脂肪含量会高一些 那么如果是低脂牛奶 那么营养标签上是有要求的 每100毫升牛奶里面它的脂肪含量要小于1.5克 脂肪里面还有一个成分 就是我们叫脂溶性维生素 那么脂肪把它拿走了 脂溶性维生素也拿走 随着脂肪的去除呢脂溶性维生素也会去除 脂溶性维生素呢主要是A B E K 维生素A缺乏了 那么它这个变盲症就是晚上看不见东西 维生素D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跟骨掉有关系 跟骨折疏生有关系 它最主要作用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测进掉的吸收 维生素D主要是抗氧化 那么维生素D主要是 就是脂血 关键营养上 关键就是平衡下血 所以这个全脂牛奶 就是所谓的普通的牛奶 或者是初加工的牛奶 而低脂牛奶呢 就是已经滤去了一些脂肪 和营养素的牛奶 对 原来他们除了我们表面上 字面理解的这个脂肪含量不同 还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也请到了一位专业的人士 来现场指导一下我们 同样欢迎的是国家二级营养师 ISF国际注册营养师 孙生东先生 欢迎您 来 他刚刚选择一饮而尽的 那杯低脂牛奶 这种选择对吗 对我们这种身材的人来讲 像您这种身材 其实客观地来说 我们先了解一点 牛奶中的脂肪含量 在3%到4% 所以即使一个成年人一天喝300毫升牛奶 其实也不过在10克左右 对 它毕竟是液体 另外其实口感也很关键 因为牛奶中的香味物质 是溶解在脂肪中的 所以在脱脂的过程中 这个牛奶会变得淡然无味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质洁在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 这个牛奶的问题上来选择 低脂牛奶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智 因为它损失了很多全脂牛奶本身 就自带的营养 对 各种维生素都没了 对 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要控制体重 最重要的是全天的能量平衡 而不要去纠结乳制品中这么一点点 其实现在很多女性 她比较关注这个媒体塑形 那么对于健身的女性 我又怕损失营养 但是我又不想胖 毕竟我在减脂 那是不是低脂牛奶 就是更可以选择这种低脂牛奶 进行一种搭配健身的营养品呢 其实很多女士 她并不一定超重或者肥胖 只是希望自己的身材变得更苗条 其实选全脂奶也没有问题 好 全脂奶也没有问题 都行 那是不是其实低脂牛奶和脱脂牛奶 生产出来没有适用的人群啊 客观地说 除了有些极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 比如已经达到肥胖 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像三高人群 高血脂的人群 其实也是一样 在医生以及营养师的指导下 她整体的饮食能量 以及油脂的量 已经控制得很精确 但是希望能够 进一步地控制脂肪 这个时候才可以去考虑 所以说除非极特殊的人群 我们身边 我们现在目光所及 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不管说胖一点也好 还是说有三高的 这个问题的人也好 在牛奶这个问题的选择上 因为每天喝不了那么多 所以还是全脂的营养 会更加地丰富健康 对 了解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带来的专业的解答 谢谢您 低脂牛奶的脂肪含量 营养价值相对较低 口感比较清淡 而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 和营养价值都相对较高 口感也比较醇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